大家好我是白哥 今天我们一样要带来的是802交易大线的影片 这时候讲的是太空人所执行的三笔交易 如果有三笔交易 所以我们先按照时间线来聊 Christian Vasquez交易案 这个交易太空人收下了捕手Christian Vasquez 送出农场排名29和30的Emmanuel Bates 和Viltro Abreu 我认为这个交易应该就是补强捕手的深度 太空人今年的主战捕手是Maldonado 第五捕手是Jason Castro 这两位今年的打击都蛮差的 Maldonado的WRC Plus只有60多 Castro比他还低只有15 而且他现在还带上伤兵名单 Vazquez的打击率就不错了 他今年在红袜的WRC Plus来到110 防守也没有太糟 不过我认为Vazquez应该是担任 这个二号捕手的责任 Maldonado还是太空人捕手位置的首选 但我想他们应该也是有尝试过交易 小熊捕手Vilson Contrella 但我想可能小熊的所求报价太高 所以他们就改追逐了Vazquez Vazquez的合约直到今年结束 所以代表他也只是个半年的短暂打工仔 这边一定会有观众疑惑 一个半年的打工仔 红袜还掏出两个新秀巨幻 是不是被抢劫了 不过Vazquez跟Abreu 其实在今年都已经符合了规则五选秀的权利 而且他们在今年小联盟都打出蛮好的成绩 Vazquez是内野手 他的打击三维是235的成绩 今年在2A3A合纪敲出21轰 3A的WRC Plus118也是相当杰出的表现 所以可以预估他今年季末 有可能会在规则五选秀当中被选走 Abreu则是外野手 他的打击三维是244 WRC Plus是125 今年在2A敲出的15轰表现也是蛮出色的 我想这两位在今年应该至少会失去一位 所以太空人应该是打算把他们换出去交易 不要让人免费的选走 所以他们才选择用两个新秀去换到一个只能控制半年的补手 不过也没关系啦 反正他们至少在补手这方面的火力增加了不少 Trey Masini交易案 这笔交易就比较复杂 是属于三对的交易 牵涉到了太空人、金银跟光芒 但我们这边主要还是讲太空人 太空人收到的是Trey Masini Jaden Murray 送出了Tracy McDermott 还有Jose Siri 这交易主菜是Trey Masini没有问题 不过我必须说啦 太空人应该是没追到Josh Bell 所以才转成Jane Masini 看来都是Masini 他今年打出了234的打齐三围 有18拳雷打WRC Plus是113 他来到太空人之后 应该就是直接卡住一类手的位置 原本的一类手Yuri Gurriel 今年打的比较挣扎 不过他7二成绩有拉回来一点 所以我想最后应该会是 让Masini、Gurriel 还有Jaden Elberitz 这三人轮流去一蕾 左外野还有DH 那Jaden Murray 这位球员是从光芒农场来的 但他其实不在光芒的 前30大新秀名单当中 Jaden Murray是一个先发投手 他的卖点呢 就是他拥有很好的速球跟滑球 他速球可以来到92-95mm 急速是97mm 那也有一颗80mm左右的滑球 现在正在锻炼一个对决 左打用的变速球 在交易前呢 他的成绩来到3A 如果养好的话 应该就是轮值后端的料 至于送出去的后 是被光芒给收走 Siri今年已经27岁了 他是首优余工的打者 去年有曾经登上过大联盟 21场比赛呢 打出336的打击三维 WRC Plus 160 不过今年的他却没能维持好手感 初赛49场 打击三维122 WRC Plus 52 而且被三振率来到了33%以上 真的只剩下防守的功能的 不过光芒是需要他的 光芒虽然补禁了David Perota 不过外野的人手是明显不足的 而且Siri今年在3A表现的不错 只是没办法兑换到大联盟而已 另外一位呢 Tracy McDermott McDermott是送到了精英去 他McDermott是去年太空人第四轮选境的球员 今年23岁是个先发投手 他拥有很好的速球滑球和曲球 而他今年在高阶EA三振率高达35% 不过保送率又来到13.4% 感觉控球是有点喷啦 但我觉得还算蛮有潜力的 这笔交易呢 我在这先做一些评价 我认为太空人的操盘还蛮漂亮的 他们换出去一个不好用的外野手Siri 还有一个他们暂时用不到的小联盟先发投手 McDermott也不是多强大的新人 虽然他有机会变强 但现在就是不需要他 那从交易面来看呢 就是用了一个小联盟投手加一个大联盟边缘的外野手 拿到了McCinney跟一个3A的先发投手Murray 来到太空人之后呢 马上就进入太空人农场的第30名 对于太空人来说 这样一来一回 除了获得强打McCinney之外 还多补进一个完成度较高的新秀 这操盘其实蛮精彩的 只可惜McCinney只能用半年而已 Will Smith交易案 我一开始比较难以理解这笔交易案 但我后来看一下太空人的投手阵桶就发现 这笔交易案呢也适合理啦 投行人太空人现在的先发投手阵容 一定有一个人要走 因为太空人的先发投手轮值当中 如果加上Jack Odorizzi的话呢 就是6人轮值 原本寄出待在商兵名单的Lance McCuller Jr 在复健赛呢投了虎虎身丰的 已经准备要回大营盟了 所以先发轮值一定要有一个人走 那走Odorizzi算是蛮正常的 至于为什么是挑中Will Smith 就单纯是因为牛棚没左头吧 不过很好奇为什么会选择Will Smith Will Smith在几年前是手续一直的后援左头 甚至他到去年的时候呢 都还是勇士以重的投手 不过他今年的状况有比较差了一点 本季的他的控球呢 还有备安打率就出现比较大的问题 虽然他还拥有大概10以上的K9值 但他的BB9呢也来到了5以上 不过Smith去年在季欧赛初赛11场 防御率是完美的0 所以就算他今年很糟 但他去年对勇士的付出呢 还是值得肯定 所以这笔交易啊就我理解来看 就是清出用不到的先发投手 然后去换到了牛棚缺乏的左头 不过我对于这个太空人修投手的能力啊 非常的有信心 他们应该能找出Smith的问题 并加以修正改良 好啦那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 太空人这三笔交易案获得的跟失去的选手呢 分别是获得了4位选手 然后失去了5位选手 太空人这三笔交易案重关来看呢 并没有贴出任何一位高阶新秀 这几位选手当中呢 价值最高的是球队用不到的先发投手 不过他们却换回了球队需要的2号捕手 一蕾强打和牛棚左头 虽然我印象中他们的牛棚是不怕左打的 但多买一个保险总不是什么坏事的啦 我认为这几笔交易呢 真的再次显现出了太空人总管的操盘能力 我给太空人在这次的交易案满分的评价 好啦这次的影片就到这了 这礼拜比较常更新影片 但其实都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做 所以有时候忙中有错 像是我昨天图片呢就不小心的放错 再请大家多多见谅 我在这边也跟大家说一份抱歉 最后呢还是要请大家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 还是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次见拜拜 我们下次见 周末 我们下次见 快炙烦 läh 未来 快炙烦